大官人需要五样俱全方可行的 那五样 帮干娘快快讲来 王婆教你在线追女人 新门大官人已经交了学费 我等快快掏出小本本 蹭蹭课笔记记好了 这第一就是大官人 要有潘安氏的相貌 这个嘛简直为我等贴身定制 这第二呢 大官人要有驴儿大的行货 这个嘛各有各的看法不在话下 第三要钱 哦我先溜了 你们继续听 这第四呢 就是要棉 这棉啊 要死棉里藏针 你可千万别信急 这个可以 都单身了二十多年了 还在乎那几天 这第五 就要看大官人 有没有空闲时间了 这个也简单 人为男的算算自己 每天刷手机的时间 果然西门大官人代表 我等发话了 好 这五样我全有了 五毒 不对 五样俱全的西门庆 让王婆赶紧布置起来 王婆不急不躁 先让西门庆买些绫罗绸缎 西门庆双快答应 王婆又表示 三日后 大官人穿半整旗 晌午时分 听老身咳嗽为号 哎 如何还要等三天呢 等不及啊 那来来来 先拿我垫个底 哎 哎我听干娘了 次日王婆一请叫针线胡的由头 把潘金莲请到四季茶楼 两人正对着上口的亮色谈笑风声 西门庆如约而至 王婆表示 这料子都是西门大官人送的 他是出了名的大善人 然后就是一顿常规的彩虹屁 把潘金莲吓得跑回了家 次次日 王婆顾忌重施 再把潘金莲骗到四季茶楼 做针线胡 恰好西门庆又来拜访干娘了 王婆在借口出去买菜 如此 二人有了第一次单独相处的机会 西门庆大学读的心理学 一套明知顾问 直接让潘金莲破防 敢问娘子青春多少 奴家虚度二十三 敢问娘子夫家何人呢 卓夫 吹饼五大郎 去 西门庆赶紧为潘金莲叫驱 将那五大郎一顿屌 又将潘金莲一顿啪 说得潘金莲累赘连连 西门庆顺势逃出手帕 气氛逐渐暧昧 自从那日被娘子的插竿打了 这几乎六破就丢了三分 大官人这么一说 牧家倒像是诚心的了 西门庆渐入佳境 战旗逐渐靠近 王婆那老娘们又来了 手里提着韭菜 潘金莲正要拒绝 表示针线活还未完成呢 明日再逢也不迟 中午五大郎卖完吹饼回家 前脚刚进门 潘金莲后脚也回来了 五大郎见潘金莲微醺的样子 问他干嘛去了 潘金莲实话实说 表示去隔壁老王家喝酒了 五大郎表示不能白喝人家的 下次记得给钱呢 潘金莲傻了 傻愣愣地看着眼前的老公 似乎是回想到酒桌上西门庆的风流倜傥 心灰意冷地上楼去了 终于来到了先前王婆说的第三日 潘金莲舒适打扮了一番 甚至还穿上了五松松的料子衣服 大街上早知熙熙融融 王婆正在购买酒菜 一家早点摊前 一桌人正在瞎扯拉瓜 而五大郎唯一的朋友运哥 就在一旁吃瓜 结果没想到吃瓜吃到朋友家 前几日啊 紧接着西门庆啊 到他茶店里去 说不定啊 又在给谁拉倩出现呢 还不是五大郎家的小娘子 是啊 五大郎刚走 西门庆就和潘金莲对见 学着点 这其中满满的都是细节 潘金莲发育不完全 夺到了塔下 西门庆乘胜追击 主动拿过水壶 给潘金莲洗手 不敢烦劳打官人 王婆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以他的经验 他知道 这波稳了 三人一番推杯换盏 潘金莲已经醉入半血状态 王婆突然表示要去再买点菜 老神去去就来 干娘 王婆将车门焊死 坐到了门口嗑瓜子 而西门庆的细节还在继续 不知过了多久 几瓶酒已经下肚 潘金莲醉得支撑不住 亮强着表示要告辞了 西门庆赶紧起身阻止 顺势把筷子打掉 西门庆不讲武德 工人下盘 潘金莲当场残血 工完下盘 西门庆顺势往上摸索 很快中盘也失手 最后一楼 潘金莲全面失手 被西门庆送回了泉水 二人在泉水里花样游泳 水花大的门外王婆听得一清二楚 肩差不多了 王婆推门进来打分 哎哟 你们干的好事啊 干娘休怪 干娘小生仙 王婆一顿战术摇摆 将二人一顿掉 老子出去买个烟的功夫 你们就在屋里点上了 不行 我要去告诉武大郎 免得自己落下骂名 潘金莲此刻才知道 中了闲人跳 赶紧哀穷 三人一番拉扯 潘金莲一扇不整地 仓皇逃回家 前脚进门 后脚武大郎便回来了 大概是出于愧疚 潘金莲赶紧服侍他 又是胆灰 又是打席胶水 然而生理上的变化 还是被武大郎 发现了点端倪 娘子脸色发红 潘金莲赶紧解释 精神缓发 武大郎又问 咋地有黄了 黄冷涂的浪 自治以后 这王婆家就有干不完的针线活 西门庆和潘金莲 天天兑现 一兑现就把技能交空 这种独特的兑现方式 很快就上了阳谷县热搜 五大郎见周围人 都对自己指指点点 陷入了疑惑 好在平日里 最好的朋友运哥 将这一切都告诉了他 而此刻 西门庆和潘金莲 因为嫌不够刺激 转移战场了 正在武大郎的 二层小楼上 相互交技能了 等到武大郎 匆匆赶回家 二人早已进入了冷却 托了一场空的武大郎 反而被潘金莲一顿吊 没有证据 武大郎将信将疑的同时 只能甘持憋 又是一日 西门庆和潘金莲 又在王婆家打架 运哥亲眼看着西门庆进去 于是又去告诉武大郎 我家娘子是个正经女人 满街上无人不知 就瞒着你呢 你们又来蒙虎我 你愿意做王吧 你就去做 这次武大郎失信了 可又苦恼抓不着 于是运哥献出一计 王婆查楼 西门庆和潘金莲 正在相互坦白 突然听到楼下一阵骚乱 大白天你不让进 是不是里面有鬼啊 放你娘的辣骚屁 你给我走 你在嚷嚷我大耳瓜的事 好你个老猪狗 马伯六 看我不和你拼了 我打来了 大官人快走 武器大师操起扁担 一个闪现 跳过辅助王婆 西门庆和潘金莲 还在买装备 房门已经被撞开 中路潘金莲 上前掩护队友被弹开 武器大师开挡 被西门庆一个平A打趴 没办法 二人的经济差实在太大了 而这一脚正中行窝 疼得武大郎血条见底 大郎 大郎 干娘 大郎 武大郎自此躺在了床上 有米不近 潘金莲一边服侍着他 一边哭泣忏悔 看着他梨花待雨 武大郎当然是选择原谅他 我不怨你 这是那西门庆 武大郎表示 悔不听当初弟弟武松的话 于是不该与人争执 等兄弟回来 自然会替他讨回公道 潘金莲一听武大郎 要把战士告诉给武松 顿时慌了 武大郎见其惊慌失措 顿声恋爱 表示 只要你从此和西门庆断聊 我就既往不咎 谁也不说 潘金莲正犹豫 楼底的王婆又在吆喝 西门大官人 如何这一会儿才来呀 奶奶来到你真是 安抚好武大郎 潘金莲又火急火燎地 抵达战场了 当然 他本意只是去给老公抓药 结果药铺就是他西门家的 近日关门盘点 你们都出去 大官人 成功解锁新战场 一番机能互交后 潘金莲羞愧地回到家 武大郎已经进入半死不活状态 次日清晨 潘金莲又替武大郎去抓药 只是临走前 还涂了一支限定版地药 走后不久 武大郎队友运格就来了 上来就直同武大郎心窝 说是去抓药 还不是又去会那西门庆 别胡说 我家娘子已经毁过了 我亲眼看见 还能有假 看完武大郎 运格刚走出家门 就被一伙人堵在了巷子里 然后一顿暴打 人打得逼经连肿 里也撒得满地都是 缘由嘛 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西门庆安排的 又是一日 听风声说 武宗即将回来了 西门庆和王婆都吓得魂飞魄散 赶紧喊潘金莲商议对策 而此时 潘金莲还在熬药 前方小高能 大郎 来 吃药 这是预言版 吃的还是正常的药 不过武大郎也以心灰意冷 他劝潘金莲 你好好给我 一并吃药 等我兄弟回来 我们见上医院 也好给你一纸修书 成全你们 我若是死了 我兄弟回来 绝不会饶了你们 这是武大郎最聪明 也是最善意的告诫了 奈何在情欲面前 再聪明的人 也会变得愚蠢 说话间 王婆又来催潘金莲 老师那衣服绣得紧 还烦请娘子给改一下 大郎 你稍歇歇 奴家去去变回 王婆这破衣服 缝缝补补了半个月 武大郎能不知道 什么意思吗 你就等不到 我闭眼睛吗 武宗望风可归 局势迫在眉睫 小命岂岂可飞 偷情三人组聚集一处 商量着如何满天过海 结果西门庆和潘金莲 率先慌了神 热命般的混吃等死 王婆将二人一顿屌 爽我又没爽到 现在等死 拉上了我 你们这两个猪队友 能不能使出点 上半身的本事啊 你们田哥哥 蜜姐姐好了个够 你们千驴 让我拔绝子 西门庆和潘金莲 拉着王婆一顿哀求 你吃过的盐 比我们偷过的情都多 你定有办法 王婆恨铁不成钢 思索片刻 眼神中闪过一丝阴狠 只有一样东西 能让五大不开口 大观人的铺子里有 干娘说的是 别说 好了 今天就这样吧 吃药的事 下回再说 兄弟们给点支持吧 不求多 点点关注 点点赞 这日子真没法过了